11月25日 爱奇艺举办了盛大的尖叫之夜活动 吸引了狂飙和长风度等多个热门剧组及演员参与 与往常不同的是 许多明星选择与剧组一起走红毯 呈现出更加强烈的话题性和视觉效果 狂飙剧组重距于此 除了遗憾地缺少了男主角张艺外 其他成员都积极亮相 与主角李怡同身着粉色抹胸人一群登场 散发着令人陶醉的女神气质 而大哥大嫂形象深入人心的高叶和张颂文 则大方牵手亮相 展现高调的自信与魅力 与此同时 长风度剧组的白敬廷和宋毅 以半公开情侣的身份亮相红毯 然而 两人在红毯上的表现却有些身份 与狂飙中的大哥大嫂形象相比 显得略显拘谨 似乎刻意保持着距离